做AV旅遊的時候又賺多少 是直播的幾倍 其實沒有到幾倍耶 一錄影片大概是 歡迎波波 沒有沒有 怎麼現在瘦那麼多啊 你認識他啊 沒有 之前呢 有看過他一些新聞的報導 就覺得說這個女孩子 看起來 對 不一嫩他不一嫩的齁 這還蠻 蠻 蠻 蠻有肉的 其實其實女人有肉才是性感啊 因為乾巴巴瘦瘦的 其實他不會適合拍A片 因為沒有人會喜歡看 一個男人撞的 你又知道了 就是默默這樣子的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這種行業 25歲開始做這樣的 那之前是做 直播 上次直播的時候是 你收到的薪水是多少 那AV的這個薪水又是多少 之前一開始做直播的時候 我大概一個月是40到50歲 很高啦 你還一個又40到50萬 4050萬嚇死人啦 是不是想轉嗎 真的 不不不 直播真的要看人 也不是每個直播主都可以賺那麼多 所以AV女優的時候又賺多少 是直播的幾倍 其實沒有到幾倍耶 一部影片大概是5萬左右 那他這樣的話 你覺得比較喜歡做AV 還是比較喜歡做直播的感覺 我是比較喜歡做AV的 所以才會現在這樣到 不對啊 你AV的錢那麼少 拿個幾萬塊錢 你跟你原先做直播 一下就4050萬 應該是說 應該是要超過直播所賺的錢吧 對啊 你才去做AV要不然 有超過 差不多的 那從直播主轉變要到拍AV女優 這有一個心路的過程 不可能說 啊 明天下個禮拜 我們從直播主變拍AV 不可能耶 直播哥說 那個時候說 當月第一名 可以拿到100萬獎金 啊 難怪這個moment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下個月 你就拿那100萬的那個人 沒有 下一個月的弟弟卻有拿到100萬 但是沒有拿到100萬獎金 光是收入的 你的點擊率有收入有100萬 但是你沒有拿到那個100萬獎金 100萬獎金是被別的AV女優拿走了 但是他得到了其他外來的這些 更多更多的好處啦 直播的時候你要負擔觀眾的情緒 人家付錢 人家一個月丟2、3、4萬 因為我就只要拍好我的片 他不想要跟人家有太多的互動或糾葛 那那個AV他就只是做 我神仙一支作品 我管你喜不喜歡 你知道你喜歡你就看 不喜歡我隨便你 我也不用跟你做交流 但是他們直播主在上面 是我可能每天都要 有點像是另類的 對對對 就是另類的我要服務客人 因為我曾經做過直播主 我也是很難過 我問那些女粉絲 對 他們有對你想要想想你什麼 要你陪伴是不是 是沒有 可是就是要笑給他們看 看我笑又很難看 所以就 所以丟禮物 做沒多久直播就 播不了